北京时间9月1日,亚运会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,在这个比赛日中,中国队总计斩获了14枚金牌7枚银牌4枚铜牌,是本届赛事获得金牌数第二多的一天。 本运过后,中国队的总金牌数来到132金92银65筒,不过相比4年前的151金,本次亚运会中国队的金牌数量有些下降,在这个比赛日,中国队在三大球上升祸坡风,男女篮赛场,中国队分别击败伊朗和潮汉联队夺得金牌,而女排赛场中国队更是轻取泰国夺管。 此外,在跳水赛场和乒乓球赛场,中国队军毫无悬念地完成大包大篮,斩获跳水时金时银和乒乓球五金三银的最好成绩。 此外,在屁华艇赛场,中国队本日获得四枚金牌,另外两枚金牌则来自于全鸡赛场。 长元和乙春花分别在女子51公斤,集合女子57公斤及夺管。 在桥派赛场,中国队也收获了女子双人的金牌,不过相比2014年人穿亚运会,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中的镀金数量明显减少了。 2014年人穿,中国队获得151金108银83桶,总奖排数342枚,而本届亚运会,在只剩下一个项目时,中国队获得了132金92银65桶,总奖排数289枚。 这其中虽然有举重对非竞赛的缘故,但更大的方面是来自对手,尤其是日本的冲击,本届亚运会,日本已经斩获了74金56银74桶,总奖排数超过200枚,这还不是在日本本土进行的亚洲杯。 尤其在游泳赛场,中国队被日本迎头赶上,而日本在羽毛球、田径、曲棍球等项目上的进步也非常大,可以说,中国队正在遭受巨大的压力,如果想在2020年的东京取得好成绩,中国队必须从本届亚运会中取长补短。